Mobi在这儿,你是讲中文的小企业业主吗? Small Business Services小企业服务局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Small Business Services小企业服务局帮助小企业起步跟成长 Small Business Services小企业服务局还可以帮助你寻找工作 我们可以用中文提供这两种服务 现在就获取帮助,联系Small Business Services了解更多信息 纽约市选举委员会周日晚间表示 在6月初选为期9天的提前投票期间 全市共有于4万4千名纽约人投票 根据市选举委员会数据 在6月17日到6月25日为期9天的提前投票时间 全市共有44,611名纽约人投票 其中以皇后区提前投票人数最多为14,355票 其次是布鲁克林12,230票 曼哈顿为10,648票 布朗市7,378票 史丹顿岛则没有举行选举 选举委员会报告 在过去的周日提前投票人数为7,225人 与周六的5,743和周五的3,753相比 这个数字明显更高 初选日定于明天6月27日星期二 投票时间为早上6点到晚上9点 以登记选民可前往指定投票站投票 选出市议会成员、地方检察官以及其他地区领导人 至于以邮寄方式投票的选民 6月27日同样是邮戳投票的最后一天 地方选举委员会必须在7月4日之前收到选票 纽约市府官员26日宣布 印度教排灯节正式被列为市公立学校假期 并取代现在学校假期日历上的布鲁克林皇后日 法案由首位印度裔兼印度教徒州府官员 女议员拉吉·库马尔提出 将取代学校假期日历上的布鲁克林皇后日 目前仍需由州长获处签署才成为法律 市长亚当斯形容 排灯节成为市公立学校假期是一场胜利 并指该文化是纽约体验的一部分 纽约市公校系统还有其他宗教节日 如犹太新年、赎罪日、圣诞节、耶稣受难日和开斋节 而逾越节的大部分时间通常与春假同时发生 农历新年、退伍军人节和选举日也是法定假日 但如果任何非联邦假期恰逢周末 则不给予休假 就像今年排灯节的第一天 11月12日一样 而在2024至2025年 排灯节的休假日定于11月1日 市府官员说 在纽纽约市就有超过20万名居民庆祝排灯节 排灯节是每年秋天一个为期五天的节日 每年举行的日子不同 印度教、西纳教、西克教和部分佛教徒都会庆祝 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的精神胜利 纽约州府官员周日宣布 纽约市住房管理局将在全市数十个综合大楼内 设立于170个电动自行车充电站 以减少离离子电池造成的火灾 周参议员舒默、市长亚当斯和其他市府官员 周日上午于新闻发布会上发布该消息 舒默说 2500万元紧急联邦资金将用于在53个市外市住房管理局的站点 并建设173个充电和储存站点 以减少甚至消除与离离子电池相关的潜在火灾风险 他指出 这笔拨款来自联邦交通部一个名为RACE的项目 意味着可以持续性和公平性的重建全美基础设施 根据新闻稿说 资金将涵盖工程和建筑方面 其中包括电力供应、公用事业、排水、消防安全、保安、照明和无障碍设施 亚当斯说 市府于数月前已经开始与联合爱迪生进行试点计划 以加速开发和安装微型移动充电站 RACE的赠款将有助于该计划的扩展 市消防局数据显示 离离子电池去年在全市范围内引发超过220宗火灾 其中16宗发生在市住房管理局站点 纽约市环境保护部起草新规 要求市内部分披萨店减少高达75%碳排放量 新法可能会对披萨店造成大量资金上损失 市环境保护部第一批起草的新规 要求在2016年5月前安装煤炭和木火烤箱的披萨店 将碳排放量减少75% 餐馆老板需在指定烤箱上安装过滤器 然后聘请工程师定期检查碳排放量 花费可高达1到2万 据市环境保护部说 这将影响市内50到60家披萨店 部门发言人庭博斯表示 所有纽约人都应该呼吸健康空气 而在空气质量较差的社区 木材和燃煤炉是有害污染物最大来源之一 这项常识性规定是由餐馆和环境正义团体制定 需要对安装排放控制装置是否可进行专业审查 市长亚当斯对此建议 让公众参与讨论拟定规定 市环保局将于7月27日上午11点 就拟定新规举行虚拟公开听证会 正面很崩随意 什么想有幺 debt 洗手